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它翻译成维州开发署 和墨尔本大学的建筑设计学院联合做的活动 它做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说维州政府对于墨尔本接下来的城市规划 把它分成了六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区 英文叫做Priority Precinct 直接翻译过来叫做优先级的商业区发展 商业区这个概念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 是一个必然之路 最早可能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商业街 早期大家听到的什么Chapel Street 或者是什么Bridge Road 我们听到都是这些街名对吧 一条街给它定了属性 它是零售配合点餐饮 周围有点住宅 逐步随着人口的增长 从街的概念就会扩大到一个区的概念 在开发这种Pri-Sync 这种商业区的时候 要调动的资源非常非常的多 政府就设计到好多的部门 而且要跨几个区域的Council 并且里面涉及到的是一个综合的配套 它有学校 有住宅 有办公 有公共设施 有公共交通 有医院 有学校 就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必须配套齐全才能叫做一个商业区 那Murban接下来的发展呢 在现在这个工党的政府的这个提出的概念下 一共推出了六个重要的商业区 都围绕着Murban的CPD 就是这个中央商业区分布开来 这些商业区在未来的这个二三十年当中 对于Murban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这些商业区发展起来 里面的人口一定是迅速增长的 因为政府会花大量的钱 大量的物力 大量的支持 吸引很多的商家 吸引很多的私人的资金 投入到这些区当中去 那这些区是一定会增长的 那这六个区是哪六个区呢 分别是这个Parkville Arden Fisherman's Bend Sanshy Richmond to Docklands Corridor 还有最近刚加进来的Fuskrade 这几个区我简单介绍一下 Parkville就是Murban大学那个地方 Parkville这个区最早就是给Murban大学 创出来的一个区 所以Murban大学是有自己的邮政编码的 那Parkville这个区现在的定位 是生物医疗的一个专门的Precinct 这个Precinct 小奈爱在之前写了一篇文章 说这个是澳洲人心太大 还是百度不侵 说到了一个Murban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都有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医疗的一个产业区 说的就是这里 就是Parkville 那Parkville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呢 它就在Murban的市中心的边上 大概一公里左右 那边呢有这个澳洲最大的这个医疗研究公司 CISL 少市公司股票涨得好得不得了 还有呢就是Murban最重要的几个医院 像Murban皇家医院 Murban皇家女子医院 儿童医院都在那边 并且呢还有Murban大学 还有Murban大学医学院 Murban大学医学院合作的那些什么 Peter Doigt Institute 就这次最先在世界上最先创造出这个新冠病毒的副本的那个研究所 就是那儿 还有呢像什么Walter Eliza 这个这些研究所都是澳洲最有名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所在的地方 那Parkville的定位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关注医疗产业 大健康产业在未来澳洲的发展 和这些人最后都住在哪 他要在哪生活在哪工作 Parkville是一个重点的区 那其他的几个区呢 像阿德呢 像这个Richmond Corridor都是比较新的 它的所有的定位呢也不太一样 有的可能侧重在科技 有的可能侧重在这个创新 有的可能侧重在一些生产制造上 那今天的小麦想着重强调 着重介绍的是这个Fisherman's Band 我把它翻译成这个愚人港 听上去挺浪漫的是吧 Fisherman's Band离Murbel市中心只有一公里的距离 它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那其实呢Fisherman's Band 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 除了离市中心非常近之外呢 它就在这个西门大桥 Westgate Freeway和CityLink的中间 所以呢它无论是去机场 去西边 去东南区 甚至是去Murbel的北边 等等 这个交通非常的发达 那这个区呢 在小麦看来 是Murbel未来十年二十年可能最好最好的其中的一个区域 那这个区在过去的这些年呢 其实也说了好多年了 一直要开发 一直要建筑很多东西来 但是一直只有这个来一声没有雨点 主要呢是跟这个政府换界有关系 在维多利亚州之前的自由党执政的时候呢 这个区已经放到这开发的意识声当中了 所以呢很多之前的像波音的这个组装厂啊 像这个GMH的这个场地 就是通用汽车的那个Hoden 它的这个工厂啊 还有很多的大型的物流的仓库啊 原来都在这儿 它是一个工业区 它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商业区 那随着这些工厂的撤退 随着Hoden的关门 随着这个区的这个产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呢 维州政府就决定把Fisherman's Band 作为一个优先级的商业区呢 向这个综合化去发展 里面呢将来的配套设施呢 会有大量的住宅 有办公室 有学校 还有呢 各种公共交通 不管是Tram还是Bus都会非常的齐全 那Fisherman's Band目前做的这个Master Plan 是在工党政府领导下 现在正在往前大力的推进 那小麦先给大家分析一些数据 我发现咱们这个节目的观众呢 非常喜欢听数据 咱们就分析一些数据 Fisherman's Band呢 它的面积呢 其实跟Darklands相比呢 要比Darklands大很多 差不多土地面积要比Darklands大 四到五倍 那Darklands整体看上去比较大 但是很多都是水 对吧 另外呢 就是Fisherman's Band的这个建立的目标呢 是将来会有八万的居民 八万人的居民和八万人的这个工作的人群 这是什么概念呢 对一个区域来说 天上去好像就没多少人 如果用咱们中国的这个数字去比 那对于澳洲 对于Murban来说 这是个好大的区域啊 比如说现在的Darklands有多少人呢 有一万三千居民 那边要见八万的 然后现在Darklands呢 有七万三千的工作的人 那Darklands现在工作的办公室密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有像ANZ这个澳清银行的总部 有NAP这个国民银行的总部 还有呢像Maya的总部 Medi这个MediBank 他们的办公室都在那 它的密度已经非常高了 那你想如果Fisherman's Band的工作的这个人群 设计的这个人群 要比Darklands还要多的话 那将会是一个非常繁荣 非常非常热闹的这么一个地方 另外呢就是Fisherman's Band 它是主要的定位 那它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呢 这里将来会叫做The Center of Innovation 是一个创新的中心 而且它是有侧重的 它侧重在什么呢 侧重在高级的这个生产制造 叫Advanced Manufacturing 然后呢有Engineering 就工程类的 还有呢就是Design设计类的 那配合着这些东西呢 有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就是这个澳洲排名第一的Murban大学 Murban大学有一个非常牛的专业呢 是工程学院 工程学院呢在Parkville 这是我听的小道消息啊 你不要整个说出去啊 是工程学院在莫大的那个校区呢 他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大型的一个电磁的机器 在地下一个实验室里 这个电磁机器特别耗电 如果它一开呢 整个Parkville就经常断电 所以呢现在Murban大学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如果原来这个Fisherman's Band 这愚人 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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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这边呢 曾经有像什么波音的组装厂 有什么Hoden这汽车的这个组装厂 那它的电力肯定是够的 对吧 那我们不如把工程学院搬去那儿 莫大还真的是这么想这么做的 莫大呢将会投资10亿澳元呢 在Fisherman's Band建一个世界级的工程这个设计学院 并且呢 这不是简单说一说的 具体方案已经出来了 而且在2020年今年年内 今天年底之前就会开始动工了 开始建造了 那将来呢 莫大会把整个工程学院搬到Fisherman's Band这边来 然后在它本来的那个Parkville校区呢 通出更多的地方 给其他的学院或者给其他的一些公共设施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关注墨尔本的发展趋势 将来到底哪些区是政府鼓励的一个发展的中心 哪些区是人口的一个吸铁石 会流去那里的 并且呢 哪些区里的人口组成是比较好的 就是它是很优质的人口 有稳定收入 然后呢 这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并且呢 这个流动性比较弱 就是住在那儿 就长年就不走了 不像是有些什么矿 开矿的一些小镇啊 可能这两年在这儿过两年一个人都没有了 对吧 如果是你关注了这些趋势呢 再判断你要在哪里投资房产的话 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好吧 我觉得大家在看房子的时候 一种形式呢 是被中介导向 什么意思呢 中介来介绍 说 这个先生 这个女士 我们这儿有个什么项目 然后有这些好处 这些优势等等 你要知道 对于一个开发商 他肯在一个地方开发 他要承担的风险 远远大过你一个 这个个人的买房子 投资者 好吧 所以每一个你能看到 拿到了批文 在市场上准备开发的项目 都一定有他的故事可以讲 都一定有他的那些优势可以讲得出来 否则可能也就不会这个流通到市场上 也不会有人冒那么大的险 去做一个毫无故事性的一个一个项目 好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说 你哪个项目介绍给你说好 你就觉得好 不要的 我们反过来 我们学会建立起这个自己的认知 你先判断哪些趋势将来发展好的区域 然后你在这个区去找适合你投资的这个房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作为地产投资者 我们一个基础的认知的提升 好吧 OK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主要介绍了这个 Murban将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思路 六个优先级的商业区 今天着重介绍了Fisherman's Band 愚人港 那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呢 欢迎留言或者提问 我们也可以把其他的几个 这个优先级的商业区呢 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非常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澳财小麦谈地产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